刚刚我说我很有感觉 因为宣哥说十月底 十月应该李当会收黑 所以盘还是一个震荡求稳次 十一月初到十一月才是精华点 才有机会反攻 怎么会那么巧啊 麻烦看期货 期货今天真的对不起啊 他又给你大大加空了 期货加空 然后你看那个逆价差 继续保持逆价差这么多天 所以大盘还不稳 呼应了宣哥的说法 选择权 今天的选择权 看跌的买卖权 突然间增加了这么多了 一万四千多口 我才会预告啊 外资二买转卖 可能外资的卖压下个礼拜 还会再扩大哦 是这样吗 我告诉你借券的金额 又更加呼应了 借券的这个金额呢 今天其实在递减了啦 可是呢 他的买盘并没有延续下去 关股行库秀给大家看 这个借券的卖的金额在递减 关股行库呢 买盘在做加温 我看到关股行库的买盘在加温 我就有点点感觉 刚刚选哥说的那段话 他说十月到底一定会震荡了 关键是在十一月份 可能有机会行情上来 您知道吗 昨天券商购贵 不是跟财长说呢 如果你真的大户条款 要过的话 不删除的话 那么就看着吧 大盘的分请来一下 他说整个的市场链会萎缩 萎缩再减个三层 现在六百多亿再减个三层 就是四百多亿元 因此市场上有这么一说 说啊 开高走低的盘 就是大户杀给财长看的啦 结果呢 我们掌握到财长今天的最新说法 大户条款 第一 先上路再说 而且他又说了 量不会如券商工会所提到的 会减三层 他的伏笔哦 他说 为什么不会减三层 他股市高高低低 不会永远这么低 诶 他不会永远这么低 所以11月份就会高起来了 齐芬姐不懂了 到底长官们说话 什么意思呢 好 我想呢 当然就是说 现在大家蛮期待 因为台股的这个量 实在是缩的 让大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所以大家也会很期待说 能不能够放松这个 所谓的大户条款 可是我觉得 以这件事情来看的话 当然目前 金管会主委的态度 就是说 尊重财长嘛 对不对 所以关键是在我们这个财长 可是我们财长 这个张胜和的 他已经说了好多次哦 他都说了说 上路再说 他从来态度都没软化过 对 有没有注意到这句 他一直说上路再说 那我们预估的上路时间 是在明年才会开始 所以现在你说 要让他去说 现在赶快就废除了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 他不太可能会去同意的 然后呢 另外来讲的话 就是说 当然今天大家有在讲说 很多的立委 有在联署说 有没有机会来提案 要去删除 那这个立委包括了这个 国民党的这个立委的这个 财委会的召集人 这个林德福 还包括了这个罗明才 但是呢 搞了半天呢 是怎么样 只有联署只有十个人 十个人而已 对然后至少是要有十五个以上联署 才能提案嘛 我看到这份报告 我都觉得莫名其妙 当时的立法院 立法委员们 他们也是要选的 然后呢 他们不是大声疾呼说 啊这个市场一定要把灶给烧热啦 所以大户条款一定要废除了 现在叫大家联署呢 就没啥人 联署只有十个 明年才要选啊 现在选不是选立委 还不到时候 所以时间还没到就对了 对还没到 十五个门槛才会过 就只有联署十个 立委诸公们 他们理由是这么说 齐芬姐 他们都说 我太忙了啦 他们忙什么啦 是当然就说 现在也要忙助选啦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即使是说 大家同意了联署 那联署还要再修法 是不是还要很久 对不对 那现在眼看着 就是说 其实选举已经到了 所以我觉得是说 在选前 这件事情会有一个 比较多一些的 就是说 大家的期待的那个答案 我觉得是比较不可能 为什么呢 你想想看 当时为什么要克这个证锁税 本来证锁税是影响到全民 可是大家也知道说 他对整个股市冲击太大 所以最后修修修 砍砍砍 砍到最后怎么样 只剩下大户条款 那剩下大户条款的话 这个是怎么样 站在另外一个角度 叫做 赴税公平 对不对 就是说 对小老百姓来讲 不要克到我就好了 可是呢 真正的有钱人 站在小老百姓的眼光来看的话 你们那么有钱 就该缴点税 是天经地义的啦 所以我觉得说 在选前 一定要去动这个条款 我觉得 几率是不高的 不过呢 我觉得是说 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我们财长 他可能也太乐观了 因为他认为说 这个股市本来就是上上下下 这个成交量 就是说 只要说 不见得是永远是低量 可是你要知道 有两件事情 在影响台股 接下来的成交量 因为最近的量 说的不像话 都平创新低量 600多亿是今年来的 新低跟次低量 对啊 我其实认同 吉芬姐刚说的 财长会不会太乐观了 是 她说股市高高低低 不会永远都那么低 但是呢 高起来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见不到量 好 但所以就回到了 我觉得这个证锁税 它其实是有影响的 因为我们从2012年 开始讨论证锁税之后 其实整个台股的量 就一直缩下来 对不对 可是呢 在今年台股 为什么可以冲上去 它真正的关键 是在外资 因为外资 它一路买 所以这个台股 它冲上去了 可是今天从9月开始 外资它是转买为卖 所以当外资 开始在撤退的时候 当然台股整个量就缩了 没有人 没有那个 真正的造势者 造势者跑掉了 所以你当然会没有量了 那你说先前的那个 中石户大户 他先前先退出之后 他现在有没有回来 其实前一阵子 在那个金管会主委在掌握 这回来的是很少的 有 我们昨天有一份资料 就证锁税课证之后 前跟后 就大户 我跟你讲 直接砍半了 就是当时是一千多个人 现在就是一季交易 五亿十亿以上 剩下六百多人 直接砍半了 所以就说好 今年真正的这个 推动市场的人是外资 但今天外资 他先跑了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呢 大家不要忘记 外资有时候 他停看厅 过一阵子 他搞不好回来 对不对 可是大家也要注意 十一月份 其实还有一个变数 是什么变数 就是护港通 究竟什么时候上路 因为本来预期是十月上路 可是十月没有上路 现在接下来 大家就要讨论说 是不是十一月会上路 那如果说 他在十一月上路的话 你看很多的外资 他卡位的话 他现在是不是 他接下来 他的钱要挪去那边 他不见得会来台湾 所以说这个少了外资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大家台湾的这个散户 大家担心这个选举 这个选举万一 到时候整个开盘的结果 如果跟本来 大家预期有落差的话 是不是也是一个风险 所以这个散户也缩手了 那你说接下来台股的成交量 要靠谁呢 其实这已经没有一个 具体支撑的力量 那现在只剩下关股 每天买个十几亿的关股 能够去创造台股的成交量吗 不可能 所以我觉得说 确实台股这个量缩 它可能反而会成为 一个比较大的风险 这次的变数呢 还有包括了油 我现在的油 是欲与双关 国际油价来看 创下四年多来的低 油价也重挫 有受害股也有受费股 还有一个油 什么油 我们国内的黑心油啊 你看那个食品类股 跌啊 最近呢 还是一样提不起这儿 这油呢 法然还是依旧 站在食品类股的卖方了 两个油的问题 交给行南振华 你怎么看油了 那这个国际油价 它一直在跌 其实今年是有一点 不太寻常 照理来讲 油源国家在下跌的时候 通常都会减产嘛 那这一次看起来的话 并没有明显的出现 这样的现象 会不会是跟美国之间 在做一个角力 我知道最近很多 新能源形式的出现 这当然包括一些替代的油品 还有包括这个新的开采方式 像包括页岩油 但是这些所谓的新的开采方式 你一定会有一个 所谓的开采的损益平衡点 当这个价格低于多少的时候 你可能就不会赚钱 昨天我们有追个内幕了 说现在石油最大出口国 是沙烏地阿拉伯 那沙烏地阿拉伯呢 它现在摆明了 就是要让油价一直跌 它要抑制美国啦 等等那些的页岩油的开采 不要让石油主导的市场 被页岩油给拿去 可话又说回来 我们昨天专家有追油 所以说像那个油的开采 像沙烏地阿拉伯啦 第二大是俄罗斯 他们开采的成本 就在80块钱整 所以如果你开采的成本 在80块钱整 你80块钱如果守不住的话 还会让它再跌吗 请问 所谓的焦土政策 有的时候就是我可以死 对不对 我可以让你一两年 我可以撑呢 就是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大企业 尤其像过去有一些集团企业 不管是零售业也好 食品业也好 它到了一个国家 或到了一个地区以后 它就压低价格 当你们的商店 当你们的杂货店 全部都倒光了以后 我就来个最大的某 盖在你的市中心 所以油国很有钱 它可以给你赌一把 它可以跟你拼 其实你其他厂商 不见得有办法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不觉得这是一个常态 但是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到 就是航空股它开始涨了 因为大家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好像你是玩真的 那如果说未来来讲的话 甚至于就是包括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油价都是维持在一个 所谓的低价区 它不见得要一直杀下去 它只要维持在一个低价区 不弹上来的话 对于所谓的航空股 它就是第一个受惠 那这当中当然就包括 像我们国内的常游航空 还有包括这个华航 富航 那还有包括这个海运的 勉强也算了 但是海运的话 你还要跟国际景气 做一个联动 因为油价占你的成本 没有到那么高 航空的是最高的 已经接近将近快要四成了 我印象中航空 还有的超过到六成八成 对对对 因为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实际上 你在加油的时候 油的品质是有分的 像我们你汽车在家的话 一定九五九八嘛 很多的航空 你要跟那个新碗池 是要破百的 它那是最贵的那种汽油 所以我跟各位讲 它的那个成本是最高的 那这就直接的受惠顾 那另外的话 当然有受害的股票 当然这个地方 就是集中在塑化股 或许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油价下跌 我的成本也下跌 那中间利差不是会增加吗 可是事实上则不然 实际上你的产品报价 也是会跟着下跌 因为市场是有效率的 那第二点 你的隐忧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有库存呢 你的存货一定是之前买的 存货是贵的 对 你是存货是贵 因为油价是最近才杀下来的 所以大家会非常担心 这些厂商 包括像台硕 像国桥集团 你可以看到 这几只你扫出来的股价 基本上它都是跟着油价 一直往下走的 那我问你 如果这些塑化厂 它当时的库存是贵的 那现在油价往下掉 你卖出来的给人家的成品 因为国内油价不是调价 卖出来的成品又要被迫降价 所以它的库存贵的 是不是要提债损失呢 对 所以大家最担心 从现在这里 一直要到下个月的月中 就是中间这个Q3季报 要公布这一段期间 要看这些厂商 你是怎么样来做这个提列 对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 还没有出现答案之前 基本上受害的股票 你可以看到它走势 几乎都是跟原油的价格 是将近 相似率已经高达90% 那国际有讲 感谢郑华先帮大家追 还有国内的食品股 我们也会来一个大检视 可是刚刚在讲的国内航空 赶快插播外资 你知道外资今天买超第一名是谁吗 天上飞的华航 最近的华航 长荣航空 它的买的好多 外资买超第一名华航 你看投信 买超第一名 长荣航空 各爱一个就对了 都在天上飞 所以快速报告过 外资投信投买超的 华航 和硕 红准 长荣 长荣海运 这四档是投买超 那投卖的也有四档标的 是一家张银志月光跟南亚 有没有 塑化股是受害的 南亚站在卖方 外资投信 投卖的 先把法人动作跟您做一下报告 回来之后继续做检查 还有大家比较热爱的 低润 面板 操作原则 还有重要的消息 留给炫哥跟建成做掌握 还要再分享的 我们的中华职棒 终于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 因为职棒的桃源队 经营哲学 策略 模式 全部崭新 找到中华职棒的新春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